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學 大家午安 我們先來看今天就是 第一位楊正哲教授 他要提到關於昆蟲拔出生命的故事 讓我們歡迎楊老師 謝謝楊老師的介紹 今天在場還有跟我同車來 可是我們在車上都不相識 只有到十幾的車子才見面 蕭老師 等一下跟我對談 我本來想說我們兩個一定是坐在一個堂桌 然後兩邊 因為各位今天要我來講這個題目的話 就是你可能覺得這個學科學的人 這個中文造詣太差了 這個談情之外的談都不會寫 那怎麼結婚呢對不對 那這個是我們這個賈方跟我乙方簽約的時候 他所提出來的 希望說可以把這個題目這樣弄 最近大家有沒有發現 科普的題目中很喜歡去用錯別字 還有用那種這個比較白痴造句 其實可以不用的 但是我這個題目這個談一定有意義 那各位先想想看 第一個題目 第一個問題是找我來講科學史 其實我可以講 我可以講我們的昆蟲 昆蟲的歷史 非常久 可是要講科學史的話 如果要像前面講的 都是講一些科學人的歷史 我就不曉得講誰了 對不對 因為這個人都比恐龍還要早 在這個昆蟲 對不對 那在三疊劑 這之前等一下會有這個數據 但是為什麼他說不出口呢 他其實他有口 但是他不是靠口說話 所以不是這樣講出來 那我就很疑問 因為我每次研究聲音的時候 就發現說 到底第一個人是怎麼講話 我今天等一下要請教肖老師 然後再來我們要講的是 各位聽聽看 這種聲音你可能都知道 可是沒有這麼近聽過 聽到嗎 不是我不放大給你看 因為是我不曉得怎麼放大 好 各位知道這個曼陀羅的花 一群這個蜜蜂 這是必如是 它進去 到裡面呢一群去採一個 就一朵花裡面的這個花粉 接下來呢 這個才是我的專長 我做的是蟋蟀的研究 這是黑龍過漿 你們也可以上 那個YouTube去找 叫做黑龍過漿 可能非常小 不好意思 最主要是要給各位看一下 他們在叫的時候的 蟋蟀呢 它是非常民俗的昆蟲 意思就是說 它是民俗 民俗是什麼 民俗就是我們文化裡面 農業社會的這個文化 就是民俗文化 在之後呢 進到工業革命以後呢 之後就變成 我們現在這個什麼 大眾文化這些東西 那在這裡面呢 我們發現說 我們的祖先的智慧 從唐朝開始 聽蟋蟀的聲音 到宋朝 它就開始鬥蟋蟀 對不對大家都知道 賈士道 鬥蟋蟀 這個宰相鬥蟋蟀誤國 但是你想想看 宰相他有辦法用蟋蟀的臉 來認識他所有文武百官 這個人是戰鬥 這個人怎麼樣 他可以派去什麼工作 外交部 外交官 派 都是資人善任 是用叫做蟋蟀像 面相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在台灣拍了 這個呢 因為是西班牙一個導演來 他要來了解一下 台灣的這個鬥蟋蟀 他是旅遊節目 但是他拍了以後呢 很多科學問題都出來 他們就問到這個 就問說 誰可以來解釋這個東西 結果他們就找到我 在這個影片裡面呢 他一定要讓各位看到 蟋蟀在摩擦的時候 是什麼樣子 因為我們在教科書上面 40年50年的教科書 都寫了 叫做兩次交互摩擦 但是如果是交互摩擦的話呢 他有時候會出錯對不對 到底要摩到哪裡去 那這樣聲音就不穩定 不穩定的話呢 我講話 可能我的太太就聽不懂 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話呢 他就去很想要了解這個 我就告訴他說 其實那個書上 資料已經改了 現在是什麼 就是蟋蟀呢 它是單一邊磨 可是這樣子的 每一次磨的位置 長度跟什麼都一樣 為什麼會 他可以這樣呢 就像我們講話這麼精準 因為他身上有很多的毛 這些毛感覺器 可以讓他知道 刺激起來幾度 是在呼喚 叫他的配偶過來 到配偶過來以後呢 他知道怎麼樣去安撫他 叫求偶的聲音 等到交配失敗了以後 他怎麼再把他叫回來 不要讓婚姻破碎 對不對 然後呢 等到他這個離開了以後呢 就是交配完了以後呢 他要照顧這個組的 他知道怎麼叫那個交配後的聲音 你看一整套的組曲 這個就是 如果各位要講的說 這個科學人 他本身就是一個西傳 好 這個 這個呢 就是 各位我想要知道的就是這個 我們常常都講說 管弦葉 噴鼓吹 對不對 另外還有一個彈吉 各位看到的是 右邊這個東西呢 我今天有帶一些東西來 首先呢 各位一定都看過這個東西 它是什麼產生聲音呢 絕對不是笑啦 是不是 那種發音的方法 但是呢 它跟空氣跟物質震動 就產生一個聲音 所以聲音的頻率 頻率就是一個物質經過震動以後 就傳遞出來的這個粒子 然後傳到你的耳朵 或是聲音的接收器 那這個就是聲音的頻率 這就簡單對不對 另外一個呢 有一個東西 各位 等一下呢 各位看看 這個就是 為什麼叫彈琴說愛 隨便找一個這個 這個紙 這是 這個紙 你看 你看 這就在掛 最早的時候呢 我們要演講就講說 要拿那個洗衣板 在那邊擋個紙 照來Q個體 我今天拿到這個 我一日三桌 我不是一個廣告 這個是一個包 你們包裝紙 這個就可以讓科普的那個 但是很容易make sense 就是你可以了解說 它就是這樣彈出來 可是到底這個叫做彈 還是叫光 我們不管 就是彈 那像各位 彈吉他 那個一條弦 那裡面也是彈的 對不對 所以到底 弦也可以用拉 會彈 所以其實重點是 就是你讓一個東西震動 什麼震動呢 最少我們一定用這個東西 這個什麼 各位看過嗎 暈差 暈差 對 這是我們吃飯這樣 我們用筷子放在一起 聽完後面還有嗯的聲音 對 那這個暈差 就是平常我們來偵測 我想小醫師 會用這個來偵測說 看心理怎麼樣 但是另外一個東西呢 我們平常常用 我這邊我要尋求 有沒有人願意跟我做這個 你知道嗎 我自己做一個排比 對不對 就這樣 那你等一下如果有水嘛 倒進去 高到低低 就可以吹出一個音樂出來 人類是這樣想到才做那個排比 還是我們有排比 我們才來想辦法去做這個東西 對不對 所以你想想看 這是慢慢想到 我們從大自然學到我們東西 其實只要一個管子 搞不好是一個竹子或是一個樹洞 然後風很強一直吹 它就產生了聲音 所以我們的布隆鼠的八部合理 根據這個藝術大學的這個 教授在以前的這個報告裡面講 就是說一個人就是他可能聽到 瀑布的水沖下來 很大聲 然後就在山谷裡面形成這樣 嗚 你們有聽過八部合理嗎 對 嗚 一個晚上都知道我去參加過 對 可是我剛才講 另外還有一個人 就是什麼 樹洞裡面的蜜蜂窩 他們如果要去找蜂窩 然後你在洞口的時候 他可能就嗚 就這樣子了 所以那個聲音一定是這樣 那我就去查真正的這個聲音的話 這個大提琴對不對 大提琴的低音的手指 非常低對不對 就是馬油油在巴裡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我們從大自然得到這樣的聲音的這個affection 就是非常感染 所以我們就開始用很多自然的聲音 來命名這些生物對不對 所以譬如說你可能會聽到 如果這個直接的管子 要怎麼樣它產生聲音呢 你只要往下面頂住 不要吹 就可以吹這個聲音 那這種聲音呢 我們要有人去吹 但是如果在自然界 你看 你如果一個管子 直接這個管子你去甩 它會有什麼聲音 是繩子在呼呼呼的聲音 但是呢 其實它裡面管子有聲音 但是你如果是把這個筛子把它拿掉 那就有可能 這甩的時候就會有哨音出來 就會有哨音 因為管子的空氣就會有動 所以像這樣的話呢 像這個在自然界裡面有很多動物 他們都自己不曉得什麼發出這種聲音 所以 好 這個 就是要告訴各位說 其實它沒有什麼大不了 大自然就一直很多種聲音 但是我們人類呢 從這裡學到的 我們要怎麼去把它變成樂器 變成講話的模擬 那大自然就像這兩片薄薄的翅膀 然後呢 它就可以發出這個聲音 對 那我們就模擬 很多人就想 這可能這種樂器 像我剛才用那個瓜 然後呢 我們今天如果要講歷史 對 我用講的這個就是地質史 你看 從這個 這個 黃線這個畫的地方 就是我們這個蟋蟀開始 這個 這個會發出聲音的這個種類呢 它開始了 這個地方 這一群呢 本來呢 有一群祖先不曉得 這個已經無可考 不曉得從哪裡來 這一群祖先呢 出來的時候 這一群不見了 但是後來呢 有一群呢 就變成黃蟲 黃蟲它也會發出聲音 但是在台灣比較少 對 然後另外一群呢 就變成種絲 發出聲音 現在呢 這個Hugrid 這個140個百萬年前的生物 它還存在有 這個現身的生物 它還會叫 它就叫 每次叫一兩聲 叮叮 這樣就完了 那他們呢 從這個地方開始 所以大概預估 大概是200個百萬年 那他們200個百萬年以前 為什麼會產生聲音呢 因為 原來他們可能生活在 黑暗的時間 這個晚上的時候 最後呢 我們會讓各位知道說 為什麼它 在晚上 它的條件是什麼 這個是 這邊是晚上 晚上的生物 它靠氣味 它靠聽覺 對不對 然後如果是白天 它就靠視覺 來看 就有光線 這樣 然後就這些生物 就分成這一群 其中這個圓形 這個就是蟑螂 都在晚上 而且靠氣味 大家都很熟悉 事實上蟑螂就是我們這個蟋蟀 要開始叫的那一個 Pioneer 它開始 因為蟑螂 你們看到蟑螂 它在膠尾的時候 它會把刺舉起來 它有沒有發出聲音 不曉得 雖然有另外一群蟑螂 叫做He sing 它會叫出聲音 它會叫出聲音 它身體對脊下會產生聲音 但是呢 我們不曉得 它有沒有發出真正聲音 但是刺舉起來了 這是第一件事 好 舉成像這樣 這是蟋蟀 這是宗師他們的後代 那他們有這個聲音 但是重點是 其實他們要有聽氣 叫出聲音 如果沒有人聽 沒有產生那個效果 沒有產生後代 這個遺傳 這個記憶沒辦法留下來 那這個發出聲音的過照 可能就沒有意義了 再來呢 這邊呢 這是它的聽氣 這個呢 耳朵在哪裡呢 這耳朵在腳上 像這個裂一個縫 前腳裂一個縫 這就是它的聽氣 這上面就是一個骨末 等於是我們的耳朵這樣子 好 你看把它分析來看 裡面神經細胞 然後這個骨末下去 攻擊震動以後 來產生出來的訊號 就傳到大腦 然後決定它到底要做什麼 然後這邊呢 就是蝗蟲 蝗蟲它有一排這樣的東西 就摩擦 嘻嘻嘻嘻 產生聲音 我們也想它應該也是有這種作用 所以我們去找 它的母的也有這個聽氣 這個骨末是在身體的兩側 不管它聽力的效果如何 我們就把這個配對起來 所以他們都有一個會叫 一個會聽 這才是重點 那你看 結果發現 叫的方式這麼多 我怎麼知道它叫的什麼意思 對不對 所以我們人 就用人的方式 就是擬人化 然後去解釋它 所以這個是它的聲音 出來以後呢 我們還幫它 把它語言化 對 它是怎麼叫啊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啊 什麼樣的聲音怎麼演化 哪一個是最簡單 最簡約這樣 用演化論的方式去解釋它 最後呢就用這個方法 去建立他們的家族關係 這個講話比較低沉的 這個 當然不包括葉老師這種受傷的 那有可能就會弄錯啦 我們人類說 把這個受傷的人 把它歸到那一家 我們這個叫做假類群 就是假 對 人家說進了一家的 一家門變成一家人 是 那我們可以容忍你 但是呢 它在親緣上 可能跌了一場 不是 對不對 如果這個公司老闆 很有錢的話 大家都變成他那一家人 好 那我們就要講 所以這個 會叫的 它到底是怎麼叫呢 給各位來欣賞一下 那其實 有很多錯誤的觀念 就是會叫 每個人都會叫 像我們人類的 藍人的 老的哨的 大家都會出聲音 但聲音是怎麼來的 你看 這個原來一種叫宗師 宗師我們平常叫紡織娘 因為它的聲音是 嘻嘻嘻嘻嘻 可是我後來去看那個紡織機 其實不是這樣 紡織機是 嘻嘻嘻嘻 嘻嘻 這樣 所以以前的人那一台紡織機 可能就是這樣 嘻嘻嘻 不然就是它聽到的是 嘻嘻嘻 嘻嘻嘻嘻 這樣 但是也有人叫沙雞 這個在詩經裡面 可是是宗師 他叫紡織娘 其實他是男的 所以以後請說紡織娘 因為現在是姓平 各位看看 他們怎麼叫 晚上在竹林裡面紡織 看到了 其實你們都可以看得到 就要你聽到的聲音耐心的走 我為了錄這個聲音 因為我在那等了四個小時 我是半蹲 趴在地上 因為鼻笨旁邊的植子 那個植子 然後它就不動了 就在等 當然在等而已 沒有什麼 所以我很有耐心 好 你看 那一隻在晚上的時候 他停在枯枯乾的這個葉子上 你看 他的顏色一定是背景 他怕被天體發現 可是他就偏偏在綠色的地方叫 請問為什麼 因為晚上 對不對 景衣月型 晚上你穿什麼都一樣 對不對 好 再來 你看 這隻綠色 反而在核色的 那他們都同一種 有的是綠色型 有的是核色型 叫出來聲音是不是很像啊 所以我就想 那我來研究 用聲音來做分類 我做了二十幾年以後 發現不行 這並不是所有科學家 最後做出來都是正面結果 有負面結果 其實它是很好的發現 因為它就是反假說 好 接下來呢 你看 你要去等它 等到什麼呢 打斷了 我覺得很可惜 那就走啦 對不對 去吃冰啊 去休息啊 我就再繼續等 等它下一輪 各位就看到這個 很難得 有沒有像 摩托牌要啟動 現在電動了 就沒有這個 來你看 這個就是這樣 但是呢 你沒有辦法看到 它的刺是怎麼震動 來我們給它近一點 很多人用了 非常貴的高速攝影機 我不用 我同樣一台 解散的攝影機 有沒有 這刺這樣震動 好像在棍子 然後我們來看 還有我們用迷人話 講說 這是憤怒 它怎麼生氣 它的刺呢 在震動的時候那麼快 你看 它比蟋蟀的聲音 是不是還要急 因為 蟋蟀它是 回來摩擦一次 回來摩擦一次 這個眾師 它是出去 來回吃 兩次都摩擦 很急 對不對 所以 這個 他們生氣起來 也是很文雅 這是兩隻 狹路相逢 我們用迷人話來講 但是事實上 在自然界它本來就是這樣 然後爭取配偶 這是一個方式 最後 他們還是用聲音來決鬥 誰叫得好 所以事實上 它的聲音是這樣 你看 它叫完以後呢 你把它抓起來 你們都很擔心 把它干擾 你把它抓起來 它還是要在你手上 還是要叫 所以你就可以抓在手上叫 你們有抓過蟾嗎 檢查那個資料 它在你手上 它也是一直叫 尤其你稍微按一下 急速給它刺激一下 刺激一下 這個不是很鼓勵 這個就是中師的刺 跟剛才那個蟋蟀 完全不一樣 因為他們兩個刺 會非常密合 它才有辦法張開 合起來都可以摩到 所以結構就注定它的命運 就是張惠妹 我們這個花蓮 東部的這種歌星 她就入定唱好歌 你看它這個構造非常清楚 但是重點還是在這裡 因為刺在怎麼大怎麼長 它的震動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構造 接下來這個給你們看看 他們的親戚就長這個樣子 看起來也不怎麼樣 可是我剛才講說 我們人類利用大自然的這些聲音來叫 所以我們就會說禪 到底有沒有一個聲音叫做禪 很慘 事實上禪在叫的時候 有這麼多種叫法 一個叫做下下叫 夏天就是下下下下 然後有些草禪 在滴滴的草上面叫做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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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叫 那可是有沒有叫蘺蘺叫呢 這個我還沒 不曉得要怎麼解釋 不過應該以後可 最後說謝謝 有沒有 蠶都會叫完很有禮貌 說謝謝謝謝謝謝 但是你看看 世界各國去把他查出來 日本的Drogue 女學生 我問她說 你們蠶什麼叫 她就蠶了一個叫做Semi 她就說 她們就一首歌就唸出來 Semi Semi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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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球的時候 我去拍了一個蟲子回來 她就這個蟲 她的聲音是Zik Zik Zik 或是Gas Gas Gas 就好像要吹瓦斯 然後去孟加拉的時候 她的聲音是 這個是什麼鳥啊 它好大聲啊 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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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去印尼的時候 她的聲音是在那個流連樹上 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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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也是這樣 所以我就非常印象很深刻 這個是口技 我希望下次小伊士可以幫我 把她用內飾鍵棒錄起來 看著我口氣這樣對不對 好 那這個 真的我們以前的文獻會主委 他寫過這個東西 他把所有的聲音都寫 你看他還用哀意 哀意 他比較有羅曼提克對不對 我們不是用哀意 就用哀啦 有沒有 平常我們就用口那個哀 他是用哀 哀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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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這樣解釋都不一定對 他有時候是在保護他的領域 是為了要等他的愛人 所以這些都是真的是為了求愛 最後 知道 知道 你們都聽懂 知了 知了 好 那你看看 你真的知了嗎 來 有沒有看過這個 現在看這個東西的時候 盯著這個上面看 注意有一個影子像忽然間揮出來 如果你們唱安平追祥曲 就知道他有多苦 眼睛要一直盯著船 盯著海上 有沒有人回來 誒 有沒有看到一個 這不能說登徒子 這是 因為這是母的過來 好 這個愛慕者 可以在不在 你看 這個就是他的結果 好下場 但是呢 平常他們並不是這樣 都是單獨一直在叫 這時候已經一天的歌唱的末了 那這個就是白天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合唱 輪唱 就一直唱 對 很多種方式 這我們就很快 因為時間來 接下來我們就去研究他 到底那些聲音真的他聽得出來嗎 當然他們聽得出來 我們聽不出來 所以我們用人的方法去研究他 真的是糊塗一輩子 回去 如果有老師要寫說 也請他們把那個字解出來 看這個聲音怎麼寫 現在 Facebook 上面的語言 用的這個都很不一樣 所以你們也許會寫出這些字 好 這些禪 你看 他們剛剛那個 這個是同一個鼠 同一個鼠就是同一親親 小家庭 然後呢 他們的不同種 好 那你聽聽看這個聲音 好 你看 各唱各的調 所以你怎麼去把他歸類 說他是誰啊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就去分析他的聲音 找出他的主頻率 找出他的主要因素 找出什麼 結果最後還是沒辦法 意思就是 聲音它是為了某種目的的功能 所以他 雖然是說目的 對 可是不是他有意的目的 而是他最後達到那個目的以後 就變成結果 今天就把這個聲音留下來 我們叫演化的策略 就是被固定下來 因為我一直在看妝 好像有點超過 然後我來看 所以現場 各位都知道 我現在要請教的 就是說 如果你要叫救命的時候 你是怎麼叫 當然你是叫救命嘛 對不對 請問一下你叫救命 你會有人會來救你嗎 對不對 我說了 如果你今天不是在台灣 不要在華人的地區 對不對 你如果打SOS在海上還有人 搞不好找到你 可是你想想看 第一個叫救命的人 他應該是怎麼樣 跑得很快以後會喘氣 我這個要請教蕭老師 有沒有這樣的這個故事 就是說 這個 因為有一本書就是 就是有一個人類學家進到一個島嶼裡面 他是有一本書叫做 不要在蛇旁邊睡著 對 皮拉雅人 有沒有看過這本書 然後 他就是這樣 他們沒有什麼向左走向右走 因為他們要回家的時候 他就說 向左叫做 下游 向左叫做上游 向上游 因為他河嘛 上游 然後向右叫做下游 因為他要回去 河這樣游 對不對 他又講說 某某人經過了 他不是講這個 他講說 某某人的誰去哪裡了 他就有這個語言的意思的量很少 所以他就用某種東西來代替 但是我想說 第一個人 他怎麼發出第一個聲音 讓人家覺得這個有意義呢 應該是什麼 我們就講到這個 這個叫做 以前那個蠻荒時代 對不對 你可以想到大象 那個叫什麼利賢記 那個長矛象 他就是固定地方在遷移 但是有人就住在那個 長矛象流下來的 屍體的那個骨頭下面 因為他們利用那個東西 躲起來 避風雪 結果長矛象 千里又回來 走同樣的路 那他們看到 大群 大軍 壓境怎麼辦呢 大家就是趕快跑啊 其中一個人就趕快跑去 山頂洞人 住在山頂的人 去求救 你看他跑很快的時候 他會怎樣 很喘對不對 他就 可是他 說什麼事什麼事 他就沒辦法講 他就要把嘴巴閉起來 所以就會怎樣 來 傳傳看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講話應該是HELP 大家說 趕快跟著他跑 就是這樣就好了 跟著他跑 結果最後 大家說這個HELP 就是有意義的 對不對 因為他那時候沒有辦法講 SOS 會口雞不會 然後還有辦法講這種聲音 所以 這是我猜的 蕭老師可以 請你指教一下 但是這個氣音 就是我們平常 所有動物會產生聲音的一個原理 我剛剛試的那個東西 雖然我剛剛Lock 吹不出來 可是等一下我會吹給你聽 那個就是像鴨子的聲音 啪啪啪 就是我們的雙黃管 那些都是用雙黃管 對不對 好 所以這次講 怎麼會變到這裡來呢 我們要講的是 這些有意義的這個東西 我們叫說話 這個不是我的領域 等一下 小老師會講 我們就很快跳過去 但是有一個事情 就是同樣的 很多動物的聲音磨出來 為什麼他們磨出來的聲音 我們用人的聲音去模仿它 還是可以講出相容的音 因為它就是聲音 它都跟你是誰 跟什麼樣的物體 跟什麼東西 摩擦出來的結果都一樣 所以你可以模仿 所以AI人工智慧裡面 最好做出來應該是聲音 結果他們做出來是 我不會說話 那我們來看看 你看我們在自然界裡面 可能你會模仿錯了 可能是現在人類的噪音 我們現在在講究的是聲井 台灣聲井協會成立 現在是第四年 事實上在每年都會有一個 這個聆聽日 今年的7月 台北聆聽日 我們在科學月刊 也把它出一個專輯 來討論這個東西 那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就是某種聲音 你聽到這個聲音 你想 剛才你聽到很多昆蟲 所以你想第一個應該是昆蟲 這個就是我們對聲音認知的一種 Top down 就是你學過什麼你就會往下 所以你在路上很吵的地方 你的爸爸媽媽叫你的名字 小小聲叫你都可以聽到 因為那個就是印象 就是Top down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聲音 下面這個才是真正吸 剛才那個歐流 還吸在什麼 好 但是你看一下 其實上面這個是我們學校的那個 溫室的那個風機 好 這是另外一個 這個你們平常應該常常聽到 可是我因為把它那個放大了 放大以後就不知道它對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車子在左轉右轉煞車的時候 對不對 滴滴滴是不是這樣 車子要右轉左轉 你們可能沒有注意到 為什麼呢 因為我調查了幾個月的這個細算 你看看 有落實 其實它是這樣 對 可是你看看這個DDDD 每一台車的速度都不一樣 但是它就是這樣的 對 這個就是那個汽車 你看一下 這個就是這種 蟋蟀在叫 很漂亮 這個蟋蟀 這個叫Slow Cricket 它有一個非常好的用途 就是這個 它是一個蟋蟀溫度計 非常漂亮 對 然後呢 它們都躲在葉子的兩邊 然後因為它們在叫的時候 肚子要放得很低 幾乎跟身體垂直 所以它要找一個地方 可以這樣卡住 這樣叫 所以看起來很優雅 在這個Nature什麼雜誌 他們都有報導過 為什麼它們要這樣叫 你看都是停在這 破洞或什麼 然後卡在那裡 看起來非常漂亮 那這個是一個公式 我今天沒有打算要做 但是我要告訴你 如果你的公車去調出不同 春夏秋冬 不同溫度 底下呢 它轉彎的時間的速度 你就會變成這樣 就很慢 對 冬天的時候 慢慢轉 慢慢轉 對 好 溫度高一點 好 對 輕快一點 到了 夏天 急著要命 轉彎 對 你聽到這聲音趕快躲 哪有會被它 這個什麼什麼轉軸叉 會壓到 對 好 到了熱到這個時候 聲音完全變了 我們還認得它是蟋蟀的聲音 但是我們用一個氣候變遷的IPCC的這個溫度變化量來看的話 結果它變成什麼 它就最後有可能會衰竭而死 因為它叫得太厲害了 這個就是我們其實拿聲音來做這個研究 但是因為這樣我們也了解了這個昆蟲發音的機制 最後其實我們要探討的是它的家族史 我們用一個地質史 然後來看這個結果 然後來看它的這個家族史 那因為時間關係 因為後面還有一些東西的話 我們等一下如果有機會再討論 我想我就先講到這裡 不好意思 佔用太多的時間 好 謝謝各位